今晚一个文艺音乐会 邀请了多位歌手出席 并担任表演嘉宾 Chantelle姚卓菲首次联同合唱团献唱 Chantelle表示她是第一次挑战唱男星的部分 大家又觉得她唱成什么呢 Chantelle透露 未来会参与不少音乐表演 原本有机会和Gigi 闫明熙同台演出 可惜因为Gigi近日确诊肺炎而有所调动 错过了这次合作的机会 Chantelle也说很惦念Gigi 其实我没有打电话给她的 但就有讯息她 你不想听到她的声音吗 我也想的 我也很想念她的 但是也不想妨礙她休息 近日回来香港工作的陈晓东 带着新歌演身 大家这么久没有见东东即席献唱 台下观众的反应都非常热烈 方力申带着五位小太空人在台上 和三位中国航天员进行模拟太空对话 非常特别 小方透露近日完成重头剧美丽战场的拍摄 终于没那么忙了 不过就令她多了时间 想起自己的感情生活 还直言想物色新对象 想啊 又真是想啊 你真是读懂我的心 我近期想 近期多了想 因为不知为何 可能真的不断有很多人提我 然后我就觉得 对啊 五年都真是挺久的 所以都是 对啊 都有一些的 不过都是看缘分 除此之外 音乐会上还有 雷友辉 施康桥 謝高俊 梁展峰 红座星等一众歌手 Patrick透露 近日演唱会工作接种而至 他非常期待再搭台板 和不同的歌手jam歌 未来这个月中 就会参加何超儀的演唱会 我们太极会做嘉宾 另外我又会唱为和音 接着下去也有一些不同的演唱会 在香港做 我又会负责和音的工作 所以其实都开始来了 对 开始来了 很多不同的频道都会开始 对 很多音乐在这里 充斥着成 充斥着成香港 新兼香港职业篮球员的 謝高俊 未来除了要投入篮球比赛之外 还有新戏拍摄 非常忙碌 这个甲日其实已经打了这几年 但是到最终的机场 现在暂时的成绩其实都挺好 而且今年其实已经出了一首新歌 叫《借着关心》 也已经出了 对 因为始终 未来就反而在歌曲 蓝球和电影上也会有不同的发展 大家都可以多一些活动出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的样东西 那你之后是不是也会有点电影 也会接拍 其实未来十月就会再有新戏会开 现在都尽力去粗fit 自己有一个最好的状态 到时就希望可以拍得好一点 给大家看 粗fit是否到时要展露一些身材之类的东西 这个其实暂时就未清楚 但是始终 对 如果有一个好的身体 应该都会好一点